用Sales的这个物件 告诉大家说我今天要把结果写在I栏的ID I1413开头 然后呢做什么呢 把D栏里面的这一个资料乘上什么呢 乘上Range这个固定的位置 这个如果是固定的位置用Range RangeD11相乘 Range然后再把这个乘这个 这个乘这个 最后输出就可以跑 那回圈的话怎么撰写 基本上把字稍微放大一下 基本上工具里面选项 可以从撰写风格 我习惯就是把这个 因为预设字实在太小了 改成12号甚至更大 好那字稍微大一点 那撰写的方式的话 当然这个我想慢慢要熟记 因为有些东西你可以用Code 可是有的时候 如果说你每次用Code 有时候你没办法自己再去创 创一些新的东西 For I等于NAS 那再来的话就是 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那个Sales I列的 I欄 后面是前面是先列 后面是欄 那为什么用Sales 主要是跟这个有关系 Sales后面都是放 两个都可以放数字 后面这个是可以放文字或数字 你可以用I 或者是说你可以算它第几个 比如说它是第六七八九 也许你可以这样子也可以 它两种方式表示 你可以用I或者是用9 不过当然呢 如果你写成9 有时候人家还要在算 A B C D 一直到I 其实不好理解 所以我的程式里面通常会写成这样子 主要是比较好理解 那要做什么事呢? 就是要把那个前面的东西乘上 有没有 就是你可以看着这边吧 这个 层上 那这我有时候是 先把这个扣一下 把这边改一下 把低栏的 层 层又一样是层 那层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如果是固定的 而跟回圈没关系的话 你可以打一个用Range 固定的位置我习惯是用Range 但是如果说在那个回圈里面 它这个数字会改变的 我一定会用Sales 为什么? 因为Range 里面呢你只能放文字 不能放数字 那回圈的这个I的 只是一个数字 所以不能放到Range里面 所以有这个地方固定的位置 直到它的话 那我会用什么? 用那个Range 那它是什么? D11 就这样表示 而且Range 它也比较直觉 那后面的话呢 就加上 这个 那就把这个 再扣一下 贴一下 再加上这个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把这个 把它改成1 这边改成1 这边改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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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程式就写好了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意思就是说 我要输出到13列到27列的I欄 把这个公式帮我输出过来 那我要执行的话 直接按下上面这个执行 OK 那记得 游标放在里面 放在这个里面 它就不会跳那个 执行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有没有 结果就自动帮我输出在这个范围 那如果说我今天需要再写个清除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成绩 贴上 这边改成一个成绩清除好了 其实清除我前面讲过 其实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后面的东西 改成什么 空置串 两个双以后 这样的话呢 就表示清除 所以我把资金 后面的东西就不见了 OK 成绩 那当然 将来有可能就是说 你的成绩登录 可能人数会增加 或者是减少的话 这个数字 27 应该不是固定的 所以如果说你将来这个数字 我不知道说 它会在哪一列的话 那我前面有讲过 就是说 你可以用去向下侦测的 应该还记得吧 那个 那其实 那部分就是说 我游标 假设放在这边 按Ctrl向下 它会抓到 那在VBA的叙述 就是 比如说我把游标 放在range 哪一个储存格呢 这个储存格 编号 做号的 A13 所以 A13 点 那最下面 1 打个1 and 那你这个时候 可以点它两下 钱瓜糊一下 它